来来来 等会儿再接我 等会儿 下门歪了 不好了 小姐不见了 月儿怎么会不见了 什么时候不见的 我不知道 昨天晚上伺候她睡觉 这一大早就没了 福里各处都找过了没有 找过了 找过了 没人 会不会只是出去走走 可是 小姐的衣服和箱子都不见了 你怎么伺候的你 我错了 我该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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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忙你的去吧 这件事情 肯定跟那小子脱不了干系 你去哪儿 找那小子送你帐去 你怎么知道他在哪儿 传我的话下去 通知府里所有的人 兵分多路 给我彻底的搜 一定要在花轿到来之前 把月儿给我找回来 另外 你要去警察厅报干 就说 爹的意思是 只要抓到这个小子 还怕找不到月儿 另外 你顺便帮我传个话给风厅长 就说 事情办妥以后 我一定会登门道谢 老爷 老爷 有个叫云儿的想见小姐 叫她进来吧 是 老爷 云儿 你可知道月月的下落 顾老爷 你在说什么 你找月月干嘛 月月姐就要成亲了 我特别呀 亲自做了一件衣裳 要送给她 没想到 刚好遇上她今天办喜事啊 别费心了 她人都跑了 跑了 我爹他没经过我的允许 给我订了一门婚事 可是我并不想嫁给那个人 月月没跟你说什么吧 没有啊 哎呀 月月啊 你这不是把爹往死里逼吗 爹 别着急 总有办法的 我能不急吗 眼看这陆家的花架就要上门了 我 我叫不出人哪 陆家呀 就是 宁城首付陆家酒庄的赵冬奖陆昊中 月月要嫁给他 我好像来的不是时候 古少爷 这衣服 等月月姐回来的时候 麻烦你帮我交给他 我先走了 你等等 爹 他什么也不知道 让他走吧 就是你了 我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谢谢 谢谢 等等等等 怎么了 也许还会找到月月姐 我就不用代替她 可是 拜托拜托 再等一下下 再等一下下 怎么样 准备好了没有 老爷少爷 好看 可以暂时蒙混过去了 今天应该是谷家娶媳妇 而不是嫁女儿 你胡说些什么 爹 我看还是别让芸儿代替月月出嫁了 万一被陆家发信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能拖上一阵是一阵 可我还是觉得不拖 不如找个理由 把婚事推了算 你说什么 这不仅关系着月月的幸福 也关系着我古路两家的共同利益 婚事绝不能取消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打听消息去 快去 等等 芸儿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咱们也不能亏待人家 这是五十块打扬 你送到他们家里去 就算是我对芸儿的一个酬谢 不可以 千万不可以的 还不快去 该说什么还得我教你吗 快去 古老爷 古少爷 古少爷 你啊 别教他了 你拿这笔钱 是受之无愧的 在这紧急关头 你拔刀相助 替我们古家解决了燃眉之急 老夫 甚没感动啊 古老爷 我之所以答应帮您忙 有两个原因 一来是谢谢您大人大量放过我师兄医马 二来 我想帮月月姐保住这份幸福 所以我不能收您的钱呢 这笔钱 是代表我的心意啊 你收下它 我才能安心啊 这么多钱 爹看了一定很甘心 不只是我安心 你的父母也会很安心 是不是 谢谢古老爷 这就对了 不过咱们说好的 我只是暂时代替她 等月月姐回来 你要赶快把我放回去 这你放心 女儿的终身幸福 我比 余亮 老爷 陆家的花脚来接人了 吓死我了 这大喜的日子啊 什么死啊 死的 你就当我胡说八道啊 我跟你说 什么 你想里带桃江啊 你小声点 行不通的 这只是暂时的 一旦找到月月 你就帮我把人换过来 不成不成 我没这能耐 你有 等我过了这一关 我一定好好谢谢你 帮帮我吧 好吧好吧 我去想想办法 不过天黑之前 一定要把人送回来啊 好 一定 好 少爷 大喜的日子 你倒是欣赴着啊 少爷 少爷 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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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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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已经找到了 太好了 他也没有说出小姐的下落 没有 继续了 就算把凝城翻个遍 也要把小姐找出来 是 好 谢谢 谢谢 二拜高堂 夫妻交拜 送入东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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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谢谢 谢谢 同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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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恭喜 恭喜 郝忠啊 等一会儿啊 韩翠 你先把少奶奶扶进屋去 大少爷一会儿就来 是 沈老板 郝忠啊 有件事呢 知道的人越爽越好 免得泄露天机 所以呢 红衣到现在才跟你说 什么事儿 算命先生说了 得过了有时 你才能接新娘子的盖头 这样呢 可保你陆家武士齐昌 子孙满堂 好啊 反正我也不想进去 我走了啊 你千万要记住啊 还是没找到 赶快给我找 找不来人 你们谁也别想回来 是 我算是白养这个女儿了 她只顾自己 不管她爹的死魂 爹 越岳还没找到 都怪我平时太宠她了 才变得这么任性 这怎么行 当初讲好 是云儿代替越岳的 现在越岳找不到 云儿又换不回来 这不白白便宜陆好中那小子了 你呀 你能不能长点出息啊 啊 岳岳走了 陆永年肯定要跟我翻脸 这丢了面子不说 咱们收购的大量的 古米和小麦 卖不出去怎么办 这么多大事你不关心 却有心情意志 关心那个小小的丫头 你都 patch着我 好 随 exterior 大家都很好 好 好 你接着吧 我接着 来来来来 chefs 我们来接着 接着 混江少爷 你放心quency 好好好 好 我看导演 爱好 谢谢 我来 Kyle 放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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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到底找到月月姐没有啊 月月姐 你到底在哪里 难道 他出了什么事 还是被什么事得耽搁呢 再不来我就走了 你不要以为我不敢 你不来我让你后悔 来多吃点啊 谁来的 不好意思啊 我有点事情 去去就来 吃饭吃饭吃饭 来 咱们喝 好好好 你养养啊 我这完全是一片好意啊 哪个多嘴多舌的 说我不让好中进心房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吗 好了好了 你也别生气了 所谓无风不起浪嘛 可是 姐 这件事情 我唯一对不起你的地方 就是没有把算命先生的话 一字一句地告诉你 就这么点小事也能生事 你们陆府下人这挑拨造谣的本事 我沈红算是领教了 我又没怪你 你酒楼生意忙 难免总有疏忽的时候啊 所以啊 我刚才一想起来 马上告诉好中 哎呀 这有事已经过了 好中可以进心房了吧